当阿纳克西曼德沉醉于自己的理论体系中时 他的潜在竞争对手 他一手栽培起来的学生阿纳克西美尼逐渐脱颖而出 这宣告了他在希腊折坛翻云覆雨的日子的结束 所谓木秀于林封闭催之 一场思想上的敖战正在黎明前悄悄酝酿 如同当初阿纳克西曼德对待他的老师泰勒斯那样 现在阿纳克西美尼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的老师阿纳克西曼德 史上第二桩背叛师门的案例拉开序幕 通过批判与反思来继承已有的传统的这种希腊精神 展露无遗 在阿纳克西美尼看来 阿纳克西曼德制造了一个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概念 阿泰朗飘渺不定 用他来解释宇宙的形成 更多的是出于富有浪漫与诗意的想象 归根到底有些不切实际 阿纳克西曼德对泰勒斯的批判虽然很有利 但他的理论没有关注发生在地上的变化 如日夜 风向 天气 四季 农作等 阿纳克西美尼从解释日常变化的角度回应了这些问题 一方面 阿纳克西曼德的阿派朗飘渺不定 我们只能接受这个概念 却不能解释这个概念为什么存在 然而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变化 才是需要理解的对象 另一方面 泰勒斯的水过于具体形象 在解释宇宙形成时 虽然顾及到日常生活中的变化 但却违背经验 由此 阿纳克西美尼综合了 阿纳克西曼德与泰勒斯的理论 在思辨理论与日常观察之间 寻找到一个中间制衡 这对于我们当今的意义是 当我们热衷于批判一个理论时 我们不应该绕开这个理论 以至于站在它以外的某个立场上来批判它 相反 我们应该深入到它之中 用它的观点来批判它 在批判的继承了泰勒斯 与阿纳克西曼德的理论后 阿纳克西美尼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气是万物的本源 气既像水那样是个确定的东西 又像阿派朗那样飘忽不定 气综合了水与阿派朗的特征 比水更富于变化 比阿派朗更确定 气有凝聚与稀释两种作用 这两种作用仿佛一对不稳定的恋人 情绪好时巴不得每天厮守在一起 情绪不好时恨不得老死不相往来 气在凝聚过程中变得更重 更慢 更热 在稀释过程中变得更轻 更快 更冷 气通过凝聚 依次变成风 云 水 土和石头 通过稀释变成火 一切其他的东西都是由这些东西组成或构成的 从确立气为一切物质的本源后 阿纳克西美尼开始大胆地运用他的理论 解释大地与天体的起源 气经过长期凝聚作用 形成成扁平状的大地 而天体像一顶帽子环绕着大地旋转 同时 气也发挥着稀释作用 形成各种火球 奔向天际 变成群星 日月则与此不同 虽然本质都是火 但它们的生成来自气的快速移动 与大地相比 与大地类似 日月都是漂浮在气中的天体 当大地变得太干或太湿时 地震就产生了 如果气过度稀释 则大地会因为干燥而断裂 如果气过度凝聚 则反而造成过多的水 同样也会引起大地的崩裂 所有其他的自然现象 如闪电与彩虹 也都是气的状态发生变化而引发的 阿纳克西美尼用凝聚与稀释来解释冷热变化 用气来替代阿派朗 终究不能绕开阿纳克西曼德 对于阿纳克西美尼而言 气不仅是无限的 而且包含着运动与变化的可能 气让大地稳定 也让大地出现变化 泰勒斯赋予水与灵魂 水的灵魂在于他自身就可以运动 不必借助外物 阿纳克西美尼继承了泰勒斯的灵魂观 认为灵魂就是那种提供能量的东西 在阿纳克西美尼那里 气本身就是灵魂 就是生命的气息 气使生命得以可得 没有气生命就停止了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当我们说一个人还活着时 我们通常会说他含有一口气 说一个人没气 除了说他没有生气以外 还隐含着他已经死了的意思 正是因为有了气 生命才会运动 才能不断繁衍 阿纳克西美尼认为 宇宙之中充满了气 气为宇宙万物的运动提供了力量 是第一推动者 在这个意义上 气实际上是神 阿纳克西美尼的思想中流露出神学倾向 后来亚利士多德完善了这种神学 神在希腊哲学中成为目的论的另一种表述 那个不断提升自己 以趋向一个善的东西 那个自身完满 并将其光辉投射到万物之中的东西 对于古希伯来人来说 气是神的灵 像风那样来去自如 据旧约记载 耶和华用泥土捏成亚当后 再向亚当的鼻子里吹了一口气 亚当就活了 显然 耶和华吹气给亚当 是赋予亚当以生命 让亚当得以不朽 灵魂不朽 希腊哲学与希伯来宗教在这里相遇了 这位后来的基督教 融入到希腊哲学之中 提供了契机 西方思想在源头那里 就孕育着有神论的胚胎 中国思想一直缺乏这种因素 这是为什么基督教可以传入西方 却很难在中国生根发芽 然后再往生命维绿的胚本 再往生命维绿的胚本